春暖花开大理稀高滩地近几年是在地方的整治之下 从原本杂草丛生的荒地变成美丽的花海新景点 现在正值大波斯局黄波斯局盛开的时期 而且还布置新型装置艺术情人桥等景点 同时环境也有赖社区志工洗心维护 让当地社区就趁着假日邀请民众来走春 同时也表扬了这些环保志工感谢他们的付出 贵宾颁奖感谢人话环保志工队对维护环境的付出与努力 为临近的大理稀高滩地这几年在地方的整治下 从原本杂草丛生的荒地变成美丽的花海新景点 看到环境如此改变 这群维护的环保志工也觉得很开心 地方表示去年底宫所在市府水利局 辅助200多万元的经费下再度营造4公顷的花海 原本预计农历春节到元宵期间花朵会盛开 却因为年初连续数波的寒流影响 让草花生长变慢 现在大波斯局黄波斯局盛开时期 编纷的花海还有情人桥以及爱新异象 很适合情侣以及家人到这边散步休憩 这个市民的小确幸都在这个过年的这个前后 能够来赏花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配合着我们2018年底要办的这个花博 我想这是一个热身 高滩地的利用的这个议题 能够在市议会市政府可以得到正面的回应 因为其实在地载人筹的大理 我们很期待这里可以能够开辟成停车场 我们希望透过小花海来让大家来欣赏花的梅 那也能够做一个绿梅画 那更进一步未来我们希望国际花博 能够带给市民带给台中能够再升级 小朋友带来活力舞蹈炒热气氛 社区这天也邀请民众来大理西盼走春 预估这花期可以延续到三月底四月初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这里拍照赏花漫步花海中 蒋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在这里拍照赏花海中采访报道